主料,小麦粉150克,胡萝卜熊汁70克,白砂糖30克,黄油15克,鸡蛋一个,盐1.5克,奶糕糖酱母2克,奶粉5克,辅量,白芝麻,肉松,蜂蜜0.5汤勺,吃胡萝卜切小块,加入少许水大成碎,把出黄油外全部采量放入面包桶,和面一个程序后加入黄油, 再按一个和面程序,喝好面包冰箱冷藏发酵,20小时后从冰箱取出发酵好的面团回温30分钟,把面团排气,分次分,分别滚圆,松弛15分钟,肉松加入蜂蜜拌匀,注意在面团按平,放上肉松,把肉松包在面团里,揉成圆形,同样做好另外三个,泡箱放一杯水,不通电, 把时间扭调至留十分计时,进行两次发酵,撒上白芝麻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150度,中层,20钟左右,烤好的面包放至手温时,放入保鲜和保存,第二天早上拍的成品图,金灿灿的,内部组织很松软,包了肉松口感更好,第一次做就喜欢上了,烹饪技巧,烤制过程注意观察上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